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我是乌文 2017年7月,一名英国的成人女模特前往意大利米兰拍摄写真 在那里,她被两个自称是黑死病组织的成员绑架了 对方向她的经纪公司索要30万欧元,否则会将她在暗网上拍卖 几天后,这名模特和一名男子同时出现在英国领事馆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英国媒体开始怀疑 这起绑架案是这名模特自导自演的,动机是为了出名 这起绑架案真的是自导自演的吗?还是另有隐情?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被绑架的模特 克洛伊·艾林出生于1997年6月 小时候的克洛伊从来没有想过长大后要出名 她的母亲是波兰人,名叫比亚塔艾林 他们一直生活在伦敦南部 克洛伊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 高中毕业后,她进入大学学习法律 同时也选修了商业和心理学的部分课程 2015年,克洛伊和前男友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她们分手了,她独自一个人抚养儿子 克洛伊被认为是一个传统的美女 在大学期间为了赚些外快,她开始做兼职模特 她圆圆的脸蛋充满着女人味 长长的波浪状金发 纤细而匀称的身材 让她很快在模特界站稳了脚跟 有一点非常可惜 她的身高只有1米62 不适合担任高级时装模特 因为高级时装模特通常要求最低身高为1米7 克洛伊把目光投向了商业模特 她曾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脱衣足球挑战视频 在视频中,她穿着高跟鞋 将足球贴给她的男队友 他们完成射门 如果他们没有打中 克洛伊就得脱下一件衣服 然后游戏继续进行 直到她只剩内衣站在空地上 她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知名度 让她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2016年8月 克洛伊与超模经济公司签约 成为菲尔格林旗下最著名的模特之一 菲尔格林原来是伦敦的一名律师 兼职做的DJ 后来她开了一家模特经济公司 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到2016年 菲尔的超模经济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 大批年轻的女孩 都希望和她的公司签约 克洛伊和菲尔公司签约后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各种穿着暴露 诱人的照片 吸引了数十万的粉丝 2017年3月 菲尔收到意大利摄影师 安德烈拉提奥的电子邮件 希望与他们公司的克洛伊合作 在巴黎拍摄一组迷人的照片 她想让克洛伊为一本摩托车杂志的广告商代言 安德烈非常专业的介绍了拍摄细节 同时也详细的说明了代言费和差旅费 菲尔觉得对方很专业 同时核实了对方的地址和身份信息 都是完全合法的 并且报酬也很可观 很快就和安德烈达成了合作意向 菲尔通知了克洛伊去法国的拍摄日期 他对这个工作机会也感到非常兴奋 以前也从未去过巴黎 很希望接这个机会 好好的在巴黎游玩 然而 等待克洛伊的将是一次非常凶险的旅程 2017年4月20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当天早上 克洛伊刚下飞机 一名司机就在登机口等着他 手里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用黑色的大字写着他的名字 他坐车到达了酒店 很快办理了入住手续 并寄存了行李 然后出发去看埃菲尔铁塔 他步行了三公里 到达了巴黎著名的地标 在埃菲尔铁塔下 他自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自己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 当天晚上 克洛伊回到酒店后不久 外面响起了持续不断的警笛声 他在英国的朋友给他发来短信 提醒他注意安全 因为在巴黎刚刚发生了恐怖袭击 第二天早上 克洛伊接到了安德烈的电话 他告诉克洛伊 他的工作室在恐怖袭击中被洗劫一空 所有的摄影设备都被偷了 这次的拍摄计划只能取消了 他派了一辆预付费的出租车 去酒店接克洛伊 然后把他送到机场 虽然克洛伊有些沮丧 但也表示理解 他吃完早餐 接着退房 然后上了一辆在酒店门口 等着的出租车 当到他机场时 克洛伊才意识到他上错车了 司机要求他付现金 但他身上没有现金 没有办法的克洛伊 只能给安德烈打电话 希望他可以帮忙解决 他把电话递给了司机 安德烈和司机沟通后 让克洛伊在车里等他 不久后 一个留着黑色短发 带着运动太阳镜的白人男子 站在出租车旁 他介绍自己叫安德烈拉提奥 看起来不到30岁 他给司机付了钱 并为取消拍摄和把车弄乱的事情 向克洛伊道歉 他还告诉克洛伊 过一段时间 我重新安排好了 会再次邀请你来拍摄 几个月后 克洛伊正在迪拜度假 他接到了菲尔的电话 菲尔在电话里说 安德烈重新安排了拍摄时间 这次是在意大利的米兰 因为他觉得巴黎不安全 他把工作室也搬到了那里 拍摄将于7月11日进行 克洛伊从来没有去过米兰 他接到电话后非常兴奋 很期待米兰之行 2017年7月10日 这天是个星期一 克洛伊飞到了米兰 住进了利马广场上最好的酒店 第二天早上 克洛伊早早醒来 8点30分 他收拾好行李 从酒店退房 然后坐出租车 去摄影棚 克洛伊原定于晚上9点30分 坐飞机返回英国 随着英国午夜的临近 克洛伊的母亲比亚塔 开始感到担忧 因为她一直打不通 女儿的手机 克洛伊每次出差回来 一下飞机就会给妈妈打电话 报平安 比亚塔给菲尔打电话 希望她能有女儿的最新消息 菲尔查了克洛伊 从米兰坐的航班 确认飞机已经准点降落 菲尔告诉比亚塔 也许克洛伊的手机丢了 她现在可能不方便联系 明天就会和你联系了 7月12日早上 克洛伊仍然没有联系 菲尔打电话给航空公司 发现没有克洛伊的登机记录 克洛伊失踪了 菲尔马上给安德烈打电话 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她又打开电脑 看看安德烈是否发了改变拍摄计划的电子邮件 当她打开电子邮箱时 一封红色标题的邮件映入她的眼帘 她马上点击进入 查看邮件的内容 邮件里写道 我的名字叫MD 我是一名黑死病组织的杀手 扣了伊已经被我控制了 只要我活着 他就不会有事 除非你筹集到30万欧元的赎金 否则他将在暗网上作为性奴被拍卖 拍卖日期定在7月16日上午9点30分 你可以从下面三个人手里筹集到钱 菲尔认识其中两个是超模经济公司的客户 另一个是他不认识的罗里 黑死病组织是一个来自东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隐藏在暗网中从事一些违法活动 尽管对方警告菲尔不要报警 但菲尔还是联系了米兰的警方 告诉他们克洛伊被绑架了 当地警方希望菲尔可以前往米兰 亲自做一份笔录 很显然这不太现实 菲尔又联系了英国驻米兰领事馆寻求帮助 后者开始督处米兰警方尽快调查 警方来到了安德烈的摄影工作室 发现里面是空的 没有任何气象表明 这里曾经是摄影工作室 警方在门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行李箱 再往里走 他们发现了一部手机 牛仔裤 鞋子和一件粉色皮夹克 在这些衣服旁边 还有一张纸 上面有11名男子穿着长袍 戴着印有黑死病集团克洛伊字样的面具 很显然 克洛伊是到达这里后被人绑架了 警方开始在假摄影棚周围搜索监控摄像头 看看能否发现克洛伊的身影 与此同时 英国警方秘密接管了菲尔的电子邮件账户 开始与绑架者进行谈判 绑架者发来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 克洛伊脸色苍白 似乎失去了意识 躺在地板上 金色的长发 凌乱的残在身上 从视频分析 警方还不能确定克洛伊的具体位置 随着拍卖日期的到来 警察和克洛伊的亲人们都紧张而无助的 等待着最新消息 2017年7月17日拍卖会的第二天 英国驻米兰领事馆刚开门 一对男女一起走了进来 年轻的金发女子穿着一套肥大的运动服 显得很不合身 他走到前台 告诉接待员 我就是克洛伊爱林 接待员马上叫来了领事馆的保安 将自称是克洛伊的女子 带进了一个私人房间 当和他一起的男子试图跟上时 一群武装保安包围了他 命令他待在原地 克洛伊告诉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这名男子是他的朋友 他被绑架者释放后 给他打过电话 然而当警察到达后 他们要求克洛伊提供具体的电话号码 他一直无法提供 很明显他撒谎了 那个男人的身份肯定不同寻常 在警方的开导下 克洛伊如实地向警方讲述了他的经历 六天前 也就是7月11日 克洛伊从酒店出来后 打车去安德烈的工作室 他按照地址 很快来到了一个建筑旁 建筑外面没有任何标志 表明里面是工作室 克洛伊感觉有些奇怪 于是拿出手机 给安德烈打电话 一个男人接的电话 他介绍自己叫丹尼尔 是安德烈的助手 然后指引克洛伊 沿着这条路再往前走一点 来到一座较小的建筑 看起来像一个废弃的车库 摄影工作室 设置在旧车库里 是很常见的 因此 克洛伊也没有怀疑 他推开前门 把行李箱放在一边 然后沿着一条临时搭建的走廊 向前走去 在大楼的后面 他发现一扇门上 有一块黑色的牌子 上面用白字写着 工作室 与大多数摄影工作室不同的是 这里显得异常的安静 当克洛伊伸手 打开工作室的门时 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他的嘴 另一只手将他控制住 他无法挣脱 又有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拿着黑色面罩将他的头套住 他感觉自己像被注射了什么东西 很快失去了知觉 当克洛伊醒来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的手脚被绑着 嘴也被胶带封住了 他意识到 自己在一辆行驶的汽车的后备箱里 他不断地挣扎 终于把胶带从嘴上扯了下来 于是尖叫着让司机停车 汽车停了下来 后备箱被打开 他看到两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默默地看着他 他们重新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然后继续上路 过了很长时间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 两个男人把克洛伊从后备箱里抬出来 克洛伊感到很无助 哭了起来 男人们向他保证 不会伤害他 同时也威胁他说 如果他不配合 就会再次给他注射镇静剂 一想到要注射镇静剂 克洛伊就害怕了 他答应不再喊叫 两个男人把他抬到了山上的一所房子里 然后两个男人就出去了 此时的克洛伊感觉很无助 他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 一个没有戴面具的男人走进来 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是时候离开了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克洛伊从来没有见过他 不知道他是谁 不久后 另一个男人也走进了房间 解开了克洛伊手腕上的绳子 只留下脚踝上的绳子 克洛伊觉得好像见过这个男人 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个男人平静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们在巴黎短暂地见过面 克洛伊突然想起来了 面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安德烈·拉提奥 安德烈就是这次工作的首席摄影师 他为何要绑架我 克洛伊心里想到 这时安德烈开始重新介绍自己 他透露自己不叫安德烈·拉提奥 也不是摄影师 他告诉克洛伊 我的真实名字叫MD 是黑死病组织的成员 绑架你的目的是 把你卖到暗网上 一旦被卖掉 你将被用作性奴 不过由于你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把你的个人资料弄错了 你现在有个熟身的机会 找人筹集30万欧元 你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否则你将被喂老虎 安德烈让克洛伊 说出三个愿意为他出钱的人的名字 克洛伊马上说出了三个名字 一个是罗里 他最近约会过的投资银行家 还有两个是超模经济公司的客户 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发给菲尔的电子邮件中 在克洛伊被囚禁期间 安德烈一直和他叙道关于黑死病组织 他说他为了组织赚了1500万美元 现在他想离开组织 需要支付150万美元 所以他要抓住一切赚钱的机会 随着接触久了 克洛伊对黑死病组织没有了兴趣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安德烈想引起他的注意 作为一名模特 他对男人的感情并不陌生 调情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克洛伊把这看作是生存的机会 他积极地回应他 鼓励他说得越来越多 克洛伊被囚禁的第四天 安德烈问他是否可以亲吻一下 克洛伊告诉他 这只有在他被释放后才有可能 在克洛伊被囚禁的最后一天 安德烈递给他一封信 上面写着 你将被释放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和热情的女孩 你被释放后 要严格保守组织的秘密 否则等待你的只有死亡 安德烈告诉他 这是黑死病组织的最高层发来的信 明天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7月17日 克洛伊真的被释放了 他和一个男人一起走进了英国 驻米兰领事馆 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 实际上他就是这起绑架案的实施者 安德烈·拉提奥 米兰警方将安德烈正式逮捕 同时对克洛伊进行了详细的身体检查 法医检测显示 他的尿液中没有毒品的迹象 也没有被侵犯过 除了身体有些虚弱外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根据安德烈的供词 警方很快找到了克洛伊被关押的地点 这是一个距离都陵市 345公里的小村庄 这里的房子都是废弃的 距离村庄15分钟车程外 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这是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的地方 当地商人看了克洛伊和安德烈的照片 几个人马上就认出了安德烈 克洛伊被囚禁期间 他几乎每天都去镇上的一家披萨店吃饭 克洛伊被释放的前一天早上 还有目击者看到 克洛伊和安德烈在一起 他们好像情侣一样 手牵着手 他们一起走进了一家鞋店 给克洛伊买了一双运动鞋 这个证据让警方怀疑 克洛伊自导自演了这起绑架案 克洛伊告诉警方 我为了生存下来 只能拼命顺从安德烈 我看出安德烈对我感兴趣 因此故意和他亲近 由于我的衣服和行李 都被留在了废弃的大楼里 因此恳求安德烈给我买了衣服和鞋子 警方又问他 你到达小镇后 周围有很多人 你为什么不呼救呢 克洛伊回答道 我害怕黑死病组织以后会追杀我 警方又问他 安德烈为什么会和你一起出现在领事馆呢 克洛伊回答 他说他担心我的安全 所以要护送我回来 警方随后对这个安德烈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他的真实名字是鲁卡斯·赫巴 波兰人 十年三十岁 他告诉警方 绑架是由住在他公寓附近的一群罗马尼亚人 精心策划的 他们胁迫他 并表示会付给他五十万欧元 他正在接受白血病治疗 需要钱来支付医疗费用 所以参加了这次绑架 然而他无法提供任何医疗证明 很显然他在撒谎 另外在交代证案动机时 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关于黑死病组织 在警方不断的压力下 鲁卡斯很快交代了真实的作案动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克洛伊的性感照片 就迷恋上了他 在过去的两年里 他收集了克洛伊的所有照片 关注了他所有社交媒体账户 绑架他就是为了和他近距离的接触 关于黑死病组织的内容 都是他编造的 警方又问他 另一个和他一起参与绑架的人是谁 鲁卡斯告诉警方 另一个人是他的哥哥 名字叫米哈尔赫巴 十年三十六岁 随着案件真相的揭开 意大利警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这起案件的细节 英国媒体很快报道了这起案件 由于案件和黑死病组织有关 同时还涉及到人口贩卖 性感模特等 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这样的关注给克洛伊带来的不是好运 而是大量的质疑和网络暴力 返回英国后 克洛伊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 很多公众开始质疑这起案件的真实性 并且怀疑是克洛伊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 后来克洛伊和母亲各自出了一本书 讲述这次事件的遭遇 更加让人怀疑他是为了出名策划了这起案件进行炒作 然而警方的调查结论是 克洛伊并没有参与这起案件的策划 2018年2月 赫巴兄弟在米兰接受了审判 他们的律师便称 卢卡斯迷恋上了克洛伊 整个案件都是克洛伊策划的 自2015年3月以来 他们一直是脸书上的好友 同时还出示了两个人在小镇牵手的视频画面 克洛伊的律师称 克洛伊会通过所有的好友请求 因为他不想错过工作机会 警方的调查结论也显示 两个人在这起案件前没有任何交集 2021年 卢卡斯被判处12年零一个月监禁 米哈尔被判处5年零8个月监禁 两兄弟只能在监狱里相会了 这是一起非常荒唐的案件 卢卡斯为了追星策划了一起绑架案 结局就是让自己的大好时光都在监狱里度过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 案件中没有人受到严重的伤害 克洛伊也从案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重新发展自己的模特事业 你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请帮忙点赞、分享和订阅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视频见